反复造成两死意外 陆方指控海巡是粗暴驱离 而舰队的分署长强调 一切依法行政 而今天家属抵达了金门 来举行招呼的仪式 生还的两位渔民 则是完成了复训 在陆方人员陪同之下 搭乘小三通船班来返家 陆级快艇在下进海域捕鱼 作业躲避海巡G7 发生反复造成两死意外 上午家属抵达金门 下午到已经掉上岸的快艇旁边 举办招呼仪式 擅长庄严哀戚 面对镜头以及记者提问 家属脸色凝重沉默不语 你们是来跟他们 询问当天的情况吗 海海巡部门 粗暴驱离福建渔民 我们强烈要求 查明事件的真相 查看事发现场 完整录像 我们是依法行政 对于越界的陆船 本来就是我们海巡署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本质 对于是否粗暴驱离 海巡署强调依法行政 现场气氛一度剑拔怒章 而同一时间在金门水头码头 辽民循环陆及渔民完成两次复训 整方也同意遣返 两人等待登船笑得喝不拢嘴 开心对镜头挥挥手 谢谢哦 两余民在陆方人员陪同下 搭乘小三通船班回家 不过在陆方人员 要求陆方签署海巡署 遣返人员证书时 却遭到拒绝 因为这起事件 击下海域气氛紧张 海巡署陆委会大争章到场 希望事件能和平落幕